你干嘛 我还能干嘛 做我该做的事 不可以 不可以 现在还不可以 别偷吃 等苏姐爷来了再吃 飞鱼已经去喊了 怎么这么半天了 还不回来 我都可坏了 少爷 苏姐姐刚从练乌厂回来 她说不舒服就不过来吃饭了 我去叫她 小苏 马上 你怎么不去吃饭啊 我不饿 放开我 你放开我 去哪儿啊 你放开 你这 躺下 你干嘛 我还能干嘛 做我该做的事 不可以 不可以 现在还不可以 你以为 我要对你做什么 你别动 你别动 躺下 别动 其实我自己可以 你要是不主动告诉我 我就用我的方法了 疼 轻一点 别动 他们 这是在干嘛呢 能干嘛呀 苏姐不仅要被罚点 还要拼命练习拳脚 准备晋升考试 就这事儿 我来教苏兄武功 保证他战无不胜 还我 解北敏 你怎么还叫苏姐姐苏兄啊 都习惯了 还是苏兄胜口 你别担心 小伤 你就算是为了精神考试 也应该照顾好自己啊 我真没事 都不怎么疼了 真的 忍着点 不然会肿的 这种小伤我见多了 你下次再把自己搞得受了伤 我可没那么容易照顾你 我下次再把自己留下来 你还看自己呢 我好像不过